好,我們現在開始要教的東西叫做地質構造 地殼是會發生變動的 好,在玉山上面發現了貝殼的畫屬 貝殼應該在海裡,現在就跑到了三四千多公尺的高山上 所以呢,證明地殼是會變動的,會改變的 叫做海會空石會爛,我愛你的石會改變 那地殼是會發生變化的 地殼變動的最好證據是地震,為什麼? 因為它會在瞬間就把變動讓你看到 地殼變動的最好證據是地震 人類會寫歷史,會記錄 所以你可以看我們的記錄就發現,噢有變動了 這以前有個三代三不見的,或什麼類的 你可以從我們的記錄中了解到一些變化 那人類有歷史之前呢,有記錄之前呢 就要靠地形的變化,來了解,來得到證明 從地形的改變 你說這個未來會再交一次,二仙洞 台東的觀光名勝八仙洞 玩說是八仙過海,玩說明常的地方 八仙洞是一個一個的海蝕洞 而且上面的洞比較老,下面的洞比較年輕 可能是三百萬年前,海水每天跳高高 挖挖挖挖挖的動 兩百萬年跳比較低再挖挖挖挖的動 一百萬跳更低挖挖挖,不可能這樣 所以是以前挖一挖,然後上去再挖一挖 上去就再挖一挖 所以會有高高低低,截比零次的海蝕洞 上面比較老,下面比較年輕 這句話就證明了台灣島在怎樣 上升之中,這件事未來會再交一次 台灣島上升的證據 我怎麼知道台灣島在上升之中 我們會提出證據一,證據二,證據三 有其中一個,八仙洞,百石洞,高高低低的海石洞 固體地球沒有那麼穩定,受到穿了就會變動 好,注意一下,這裡寫著水平壓力會變息 是發生在地下深處 這裡的壓力比較大 岩石具有可塑性 所以壓一壓會得一些變息 你在地球表面上拿一塊大指頭 用一下敲彈它不會怎樣 睡掉,不會變息 所以在地下深處 高壓的情況下性質發生一些改變 才有可塑性 就有一些變形 我們要教啥? 我們要教這個 折奏,解禮跟斷層 就是我們要教的地質構造 這三個 其中解禮不重要 我會上,我會教 但是課本上只有 一句話還是沒有就沒有 所以課本沒有這樣後 所以解禮在課本中完全不重要 重要的是折奏跟斷層 但是呢我會教 我會教 我會教 三個我會教 折奏、解禮跟斷層 第一個 叫做 折奏 先說 這裡的考試題目 十之八九 都是畫一張圖 問你它是什麼東西 所以 看到圖會認就對了 講課的時候 我會講文言文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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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向邪 什麼什麼什麼叫做背邪 什麼什麼什麼叫做正斷層 什麼什麼叫做逆斷層 這些文言文通通 不重要 什麼不重要 看到圖會認就可以了 不是 這些變形 在成基因中最容易變 為什麼 因為成基因有成理 有一層一層的線條 看到那個線條彎了 彎掉了 彎掉了 那線條斷了 有斷掉 所以我看到這個線條 就成理 就發現說它彎了 它斷 所以成基因中最容易辨識 最容易辨識 OK 好 第一個 叫做折奏 折奏就是嚴懲受力 彎曲沒有斷裂 彎曲沒有斷裂 彎曲但是沒有斷裂 這樣叫做折奏 折奏 我們國中教最簡單的兩個 一個叫做向斜 一個叫做背斜 它它的圖上面 這個駝背就叫做背心 然後下去就叫做向斜 背斜跟向斜 背斜跟向斜 好 折奏有的很大 有的很小 大了可能上百公里 可是你要用放大器 給你看到 可以 你知道自己說 用那種擠壓到這個折奏 有大有小 不一定 有大的可能會非常大 折奏有所謂的軸部跟翼部 軸部跟翼部 中間這個叫做軸部 中間這個叫做軸部 中間的這個叫做軸部 中间这个叫做肘部 两边的这个叫做翼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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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分肘部跟翼部 肘部跟翼部 我们会把它分作向斜跟背斜 就是利用肘部跟翼部之间的关系 把它分作向斜跟背斜 好 第一个叫做 向斜 向斜的意思就是 两翼相对肘部相向而行 你看上面这个 这个往下滑 往下滑对不对 往下滑 它相向而行的 叫做向斜 两翼相对肘部相向而行 叫做向斜 这叫做文言文 文言文不重要 看到图会认就好了 向斜 那反之 两翼相对肘部相背而行 这叫肘部 向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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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翼相对肘部 相背而行的叫做背形 好 肘部 向下滑 相向下滑 相背而行 相向而行 叫做向斜 背形 两翼相对肘部 相向而行 相背而行 叫做向斜跟背形 这个意思 好 讲过了 文言文不重要 看到图会认就可以了 但是 这个叫背斜 刚才又叫向斜 但是要注意 折皱是岩层的弯曲 不是表面的起伏 表面的起伏 是轻实的结果 来 这上面这张图 绿色的部分 绿色的部分叫做表面的起伏 这个不叫做折皱 请问你 这里有几个向斜 1234567 还有7个向斜 错 不是凹下去到向斜 叫做表面的起伏 是轻实的结果 要看下面产生的地方 这个才叫做延层的弯曲 这个才是真正的折皱 所以图上面有看到 有两个背斜跟一个向斜 两个背斜跟一个向斜 所以这个是重点 折皱不是表面的起伏 是延层的弯曲 表面的起伏是轻实的结果 所以要根据这个延层的弯曲来判断向斜还是背斜 那问题来了 如果这个折皱有漏给我看 那我就知道你向斜还背斜嘛 可是如果像这样 你身埋在地底下 你的折皱埋在地底下 我从绿色上面走过 我打江南走过 你怎么知道底下有折皱 你只看到表面的起伏 你没有办法把地切开来 拔起来看一看放回去 在那个向斜背 那你怎么知道底下有折皱 那答案叫做 挖 挖一挖 如果它有对称性的分布 就表示它有折皱 来你看这边 这上面显示的 这个叫做五 四 三 四 五 对称性的分布 三是中间对称轴 三就是轴部 四跟五就是翼部 看这里 三 四 五 六 五 四 三 对称性的分布 所以六就叫做轴部 五四三叫做翼部 所以 我打江南走过 我只知道底下有折皱 挖 采集标本 如果它有对称性的分布 就表示它有折皱 中心叫做对称头 轴部 旁边叫做翼部 OK 大老师 那我怎么知道它是向斜还是背斜 我知道有折皱 那我怎么知道它是向斜还是背斜 看谁在中间 老颜臣在中间的 就叫做背斜 你看看这个图 这个图上面数字越小代表的是越老 然后呢 这里你看看 三在中间 旁边是四五 老颜臣在中间 所以这是什么斜 背斜 所以老颜臣在中间的是一个背斜 或者你看这张图 这个折皱 一个背斜 我把上面侵蚀掉了 我故意把它侵蚀成这个样子 我故意这样 是不是这里凹下就叫做向斜 这里凸起来就叫背斜 不是 这叫做表面的起伏是侵蚀的结果 要看的是延层的弯曲 那我知道这里是一个背斜 为什么 对称性分布 32123表示有折皱 老颜臣在中间 表示它是什么 背斜 那反之呢 吸引人在中间就是什么斜 向斜 像这张图 你看 这个六是最年轻的 六最年轻 然后五四三 一四变老 然后这边是一个什么斜 这里是一个向斜 所以呢 年轻的在中间 是一个向斜 年轻的在中间是一个向斜 像我这个图 我故意把它清成凸凸的 是不是要看起来凸就是背斜 不是 然后就采集标准 12321 三最年轻 12321对称性分布表示有折皱 三最年轻 年轻在中间表示什么 这里是一个向斜 这里是一个向斜 OK 同学 这个东西啊 很好背 很好背 考试如果忘记了 考试如果忘记了 就把底本拿起来 考试忘了把底本拿起来 下面比较老 上面比较年轻 对不对 老严诚在中间 背心 临心在中间 站起 对不对 逛心就拿 考试就知道 老严诚 临心 老严在中间 背心 临心在中间 站起 OK 好 要记住 折皱是严诚的弯曲 不是表面的起伏 表面的起伏 是侵蚀的结果 那我从表面走过 整治到底下有折皱 采集严实标本 有对称性分布 表示有折皱 怎么当是向斜还是背斜 老严诚在中间的是背斜 现在中间的是向斜 有让有问题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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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